除存檔案的部分的話請各位特別注意 因為我們這個檔案是舊的版本 是那個所謂的什麼呢 我先切到這裡 各位可以看到檢視裡面的話有一個叫副檔名 副檔名打開之後各位可以看到 舊的版本如果是2003以前的版本 是叫XLS的副檔名對不對 那如果這個版本的話 它就沒有區分說裡面有沒有VBA的 也就是說它不管有沒有VBA 存檔的副檔名都是XLS 但是你會發現有一些是新版 就是在2007以後的版本 它的副檔名改成叫XLS加一個X 那如果你是這個版本的話 記得喔 你就變成說你要存VBA的話 你的副檔名的格式就要改成XLS 不能XX 是要M喔 如果你沒有存對檔案的話 它的程式就會被刪除就消失了 OK 所以要怎麼做存檔 特別重要 當然你以這一題來看 直接存檔是OK的 那如果說你希望 不過它是相容模式有沒有 它會跳這個 因為舊版是2003 所以如果你假設你希望不要存成舊的版本的話 那你可以用另存新檔 另存新檔之後瀏覽一下好了 按下瀏覽 然後它是用什麼 97到2003對不對 那如果說你要存成新版的話 請你選擇哪一個呢 記得喔 不要選這個XLS 這是沒有VBA的喔 記得什麼 選擇第二個 啟用聚集的活躍簿 其實聚集的話 理論上就是VBA啦 OK 如果在這邊的解釋啦 那它副檔名就是XLSM OK 那如果你存錯檔跟規短 那VBA就真的消失了 不見了喔 而且救得回來嗎 根本救不回來 因為之前有同學問我 老師怎麼辦 沒辦法 重來吧 OK 因為真的就救不回來了 好 儲存 好 那這個時候的話 你會發現喔 我們在這個裡面的話 可以看到這個存檔 然後把這個 把它放大好了 把它放成這樣 你會發現喔 這個是原來的 那後面新增的這個檔的話 你會發現最大的差別是這個 它的圖示喔 這邊就會有個驚嘆號 那當然一般那個副檔名 是不會顯示 因為我剛剛是檢視裡面 我有把副檔名打勾啦 如果你這樣看不出來的話 那你可以看這個驚嘆號 那 要不然的話 就是你可以把副檔名打勾 它這邊就出現了 OK 所以這個部分的話 要特別特別的注意喔 以後存檔的格式喔 那再來的話呢 請各位再幫我開啟 下一個練習題 就是 開頭是151 擷取瓜糊中自串這個範例 那這個範例的話呢 一樣喔 我們也會大概分成 我把這個稍微放大一下下 這個把這個 稍微放大這樣看 比較清楚喔 那這一題的話 基本上喔 邏輯很簡單 主要是我希望喔 可以把A欄裡面的 刮糊裡面的文字 提取到B欄 那如果它裡面沒有刮糊 這邊就空白 可是有刮糊的話呢 那就把資料搬過來 可是要怎麼做比較快喔 因為裡面已經有公式 對不對 請你把公式刪掉好了 因為我們會希望 怎麼樣 想辦法 當然最笨的方法是怎麼樣 自己手動有沒有 怎麼樣 怎麼樣 自己這樣喔 沒幾個嘛 點兩下有沒有 Ctrl C Ctrl V Ctrl C 其實這真的也沒幾個啦 如果沒幾個 你可以這樣做啦 但問題如果這個地方 有100個 200 甚至千上萬個的話 那當然你就不會想 用這樣的方法來完成 所以呢 用什麼方法來完成呢 待會有沒有變化 第一個喔 請你想想看 用什麼樣的函數 可以完成這件事情 函數喔 第二個的話呢 如果函數做完了 其實可以想想看 那錄製聚集 錄製聚集差不多比較簡單 我覺得VBA VBA我們剛才講完嘛 你可以用什麼 輸出公式 跑個回圈 可以完成 那做按鈕嘛 按鈕的話我們剛剛做三個嘛 那如果我今天希望 把這三個按鈕 換個地方放的話 那這個地方呢 該怎麼說 再來就是說 如果呢 你用內建的函數可以做出來 是沒錯 但是還是很複雜 那可不可以自訂一個函數 像剛剛我們有一個自訂函數 有沒有 插入一個函數 然後使用者定義裡面有一個什麼 一個叫刮弧自串函數好了 給他跳出來 然後你就給他一個資料 他會幫你判斷有沒有刮弧 如果沒有刮弧 那就沒有東西 有刮弧 就把刮弧裡面的東西幫你放過來 那不是很方便嗎 所以如果工作裡面 你都很多這種 自訂函數其實還滿快速的 怎麼做 請各位試試看 這個第一個先內建的 有沒有 第一個的話想想看VBA的部分 第三個就是自訂函數 剛剛我們做的 畫面先還給各位試試看 可以的話自己做做看 不行的話我待會講 其實邏輯上跟剛剛那一題是差不多的 反正就是 用最快的方法解決問題 當然你如果不會剛剛的方法 那就是土法煉鋼 以目前現階段的資料量來看 我想現在隨隨便便都是幾萬筆 甚至十萬百萬筆資料的數量 說真的啦 你就不用再去想說用土法煉鋼來做 OK 可是其實如果你不會這個剛剛講的方法 還是很浪費時間 OK 試試看 看看這一題 然後我已經把那個 就是我們需要的結果已經變出來了 那這個東西雲端白板上面都有 OK 首先的話第一個 刮鬍四串公式 這個裡面的話就是我們要的 有沒有 這一串公式 只是說把這一串公式 得到的結果丟到這邊 讓它整個全部執行 跑個回圈 那清除的話也是把這個地方 範圍把它塞一個空四串 那刮鬍自串的話呢 最大差別是你游標放上去 你會發現裡面就空的 裡面就有資料 它就是處理完之後的最後結果 而不是第二個公式 那再來最後的話就是自定函數 插入函數裡面 會找到使用者定義 會多出一個叫刮鬍自串函數 那我只需要給它一個資料 它會給我我要的結果 這邊應該沒有刮鬍 所以這邊也不會有 向下填滿 這邊有刮鬍 所以這邊會把它刮出來 那這樣不是很方便嗎 那做法呢 跟剛剛蠻雷同的 只是說呢 還需要再學一些新的函數而已 OK 比如說第一個 我們按部就用來看 至於錄製劇期我就不講了 因為錄製劇期只是記 它那個什麼滑鼠鍵盤的動作 那個應該不是太困難 所以那個部分請各位自行練習吧 而且錄製劇期好像說真的 也沒有什麼複雜度可言吧 OK 就錄製而已 好 那再來的話我們來看一下 首先第一個 我要怎麼樣 輸出先產生這個公式 那這個公式裡面跟各位講 當然啦 如果你不用VBA之前的話 你要想說 那我有什麼方式 可以知道說刮鬍的位置 那因為我主要是要知道什麼 知道前刮鬍的位置 知道後刮鬍的位置 然後把中間的資料切出來就而已 OK 所以裡面的話 會需要學會幾個函數 第一個叫Find函數 Find的話是尋找 尋找什麼 尋找前刮鬍的位置 尋找後刮鬍的位置 OK 那他會給我什麼東西呢 會給我 就是比如說找前刮鬍 他會告訴我說 你的前刮鬍在第幾個字 第幾個字有沒有 那如果說我要把 第幾個字 比如說這個是第三個字 從第四個字以後 取五個字的話 那我第二個需要用的是什麼 用密的函數 MID 但是呢另外還有一個問題 我先把這邊清 如果說他裡面呢 你用Find函數 讓他去找 結果找不到的話 他就會出現錯誤 那錯誤如果要過濾掉的話 可能需要第三個函數 就是什麼 過濾錯誤函數 就是IfAir 所以會有三個函數 那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我們先插 我建議的 游標先放在B3 因為B3才有前刮鬍 還有後刮鬍 B2沒有 沒有的話 你一定會發現錯 我們先用B3好了 我們要放B3 插入函數裡面 請你找到文字類裡面的Find函數 Find Find在這裡 OK按照順序 Find 那Find的話呢 你會發現喔 他會跟你要幾個參數 一個 FindTest 一定是文字 Within StarNumber 三個按確定 所以第一個的話 他要 什麼呢 FindTest FindTest 應該是什麼 要找什麼 哪個 找什麼關鍵字 要找錢刮鬍 幫我找找看啊 這裡面有沒有錢刮鬍 那我就打一個錢刮鬍 一開 不過 只要是看到Test 我講過 前後要雙女號 不過因為喔 這個Find函數還蠻貼心的 他會怎麼樣 自己幫你補 所以我說他會補 那算了 我不要自己打了 OK我這樣比較懶一點 那Within的話 是在哪邊找 在這裡找 如果你可以看到 假如他出現的 是有數字出現 是3的話 那表示 這個規則就沒錯了 這個 在這裡面找 在第三個字 沒錯 OK 可是可能會出現錯誤的 就是說 那個 錢刮鬍的部分 有全形跟半形 那有一些 那個 資料裡面假設是全形 你就要打全形 否則的話 一樣是找不到 這個可能要特別小心 好 按確定好了 那你會發現喔 因為上面沒有錢刮鬍 所以他出現什麼 錯誤 為什麼 緊開頭就錯誤了 緊錯誤 然後呢 Value就是說 什麼地方錯 Value是資料 這個意思 錯誤 是因為 你給的資料 不對 所造成的 這應該可以 應該知道我的意思吧 所以以後你看到緊開頭 就錯誤了 Value 為什麼 因為喔 你明明叫我去找錢刮鬍 可是你那個資料裡面 卻沒有錢刮鬍 那你不是 這邊 所以他跟你講說 你給我的資料 沒有錢刮鬍 OK 大概是這樣意思 可是問題來了 這樣怎麼辦 以後的話 他就秀一個 怪怪的東西在這裡 不對啊 把他向下填滿 你會發現喔 好 只要沒有錢刮鬍的 通通發現錯誤 怎麼辦 沒關係 我們等一下再看好了 OK 其實可以用那個 過濾掉錯誤訊息的函數 可是問題來了 第二個 如果我要把這個 刮鬍裡面 字取出來的話 怎麼辦 第二個的話 你需要什麼 把這個file函數 不包含等號 裡面的公式把它剪下來 做什麼呢 再插入第二個函數 叫mid mid的函數 就是要切割 其實就是切割函數 那他一樣問你三個問 第一個 你要切割的字在哪裡啊 在這裡 留勻這個刮鬍這裡 好 那start number 是把你剛剛的那個file 那個公式貼到這裡 那你幫我從 start number是從哪個字開始 從第三個字開始嗎 第三個字如果開始 就會包含錢刮鬍 怎麼辦 把它加1 好 那再來的話 幾個字 number chart幾個字 1235 5個字 如果你打5個字的話 在這個格子OK 可是底下不是每個都5個啊 所以怎麼辦 你要想辦法 什麼辦法 應該什麼 後刮鬍的位置 剪掉前刮鬍的位置 OK 但是我們mid是從 什麼呢 前刮鬍的位置怎麼樣 的後一個字 所以如果你從這個字 剪掉這個字的話 會多一個字出來 前刮鬍的位置 所以要把那個前刮鬍的位置 再剪掉 OK 所以我們可以怎麼做 剛剛不是有file對不對 把這個file公式剪下來 貼過來 那 後刮鬍的位置 所以你可以怎麼做 一個簡單的辦法 就是把前刮鬍這個符號 怎麼樣 把它改成後刮鬍 他就去找了有沒有 找到是第九個字 再剪掉什麼呢 剪掉3 剪掉那個前刮鬍的位置 其實應該是剪掉4才對啦 所以你會發現多一個後刮鬍 為什麼 因為我們應該是從這個前刮鬍的下一個字 所以怎麼辦呢 再多減1 第三屆冠軍就出來 所以這樣的話 我們基本上 就已經幫我把有刮鬍的資料取出 記得喔 密的是這個1 2的話就是什麼 file前刮鬍剛剛的公式貼到這邊來 加一個字 就下一個字 然後後刮鬍的位置 剪掉前刮鬍的位置 再多剪一個字 OK 然後按確定 向下填滿 其實向上填滿一樣 好 基本上已經有了 不過呢 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 有些沒有刮鬍怎麼辦 那這個時候 你就要想到 這個一個叫什麼呢 叫做過濾掉錯誤的一個函數 所以以後呢 假如你們看到那個儲存格裡面 很多那個凈開頭的 當然不一定是凈Value 可能是 凈NAN 凈REF 凈NA 什麼一堆的 假如 不管啦 只要是凈開頭就錯誤 如果你要把它過濾掉的話 很簡單 1 請你把 游標放在這上面 一樣把公式減下來 不報案等號 2的話呢 插入 例如 類別的話 請你改成什麼 改成所謂的邏輯 因為要判斷 判斷錯誤 叫 if VAL 確定 然後把剛剛的公式 直接貼到Value這邊來就可以了 那後面的話呢 就是 如果它裡面是有緊開頭的錯誤訊息 你要怎麼處置 清除掉 Value 清除的話怎麼清除 還記得吧 什麼 烈昂哥什麼 雙女號 就是清除啦 OK 大功告成了 按確定 向下填滿 放開 完成了 OK 應該可以懂我的意思啦 只是說那個可能 因為它過了好幾關之後 才到這邊來 所以恐怕你們要一個一個步驟 所以我重點回顧 五一找錢瓜糊 這個第一步 第二步把它剪下來放到MID裡面 然後就是一二三 第三個步驟的話 這第二個 第三就是把它用if L過濾 過濾喔 記得喔 你就整個公式剪下來 不幫你等號貼過來就可以了 最後如果發生錯誤的話 就是加一個清除符號 兩個雙文號就完成 試試看喔